只要我? 我的意思是 我只要你做我的制片人 因為你比較厲害 去年你做制片人的電影總票房 都超過三十億了 你是我認識的人裡面最厲害的 而且我跟你最熟悉嘛 所以 我只想要你 做我的制片人 幫我拍一部我自己的劇本 我不要你安排別人 我只相信你 就這樣 那如果我要是不答應呢 你什麼意思啊 唐玉 你過河茶橋是不是 我過河了嗎 我不管 你可是身價過億的上市公司老闆 你好意思嗎你 買賣不成仁義在 你這樣說出去可是要被人笑話的 雖然你很知道我是你的老闆 對我這麼小 這要是換作別人 我早把他看了 要是換個人 我才不這樣小心翼翼給你好嗎 那你答不答應呢 是 公司有公司的製作團隊 我會找到一個合適你劇本的製品人 不答應就不答應嘛 反正我也就隨便說說的 你就當我沒說過吧 走了 回來 幹嗎 不是說要陪我聊天嗎 我剛剛心情好才想陪你聊天 我現在心情不好 鬼才陪你聊天 來 好餓 早給你準備好了 去 我去了啊 出去 情緒不高漲啊 怎麼啊 不開心 不開心也談不上 我就是有點想不通 還是因為唐玉的事 你都遇悶一晚上了 我就是不明白 她怎麼能拒絕我拒絕得那麼乾脆 連個讓我跟她說說項目內容的機會都不給 我還想不明白呢 你到底喜歡唐玉什麼呀 就這個一見鍾情 力量這麼大 其實在遇見唐玉之前 我也不相信 可就是發生了呀 四年前 我帶著做一個夢給你 去時光千月 製作詞 擦肩 落在担心的起点 I want to love with you 想在你身边将我 Cause I miss you miss you 我每次追逐的理由 渴望一个眼神个拥抱的拥有 就是我看见她的第一眼 就好像丘比特在我心上开了一件 后来我进了时光 慢慢地了解她 越了解她我就越发现她的优点 她很优秀 她很上进 身为制片人 她既懂那种创作又懂拍摄 永远都想得比别人更深入更远 停 你这么夸下去啊 你能夸一天 你就没有想过干脆跟她表白算了 我没有胜算 我怕表白了之后会破坏现状 我不知道破坏现状之后 我俩关系会变成什么样 十八线的小编剧和身价过亿的老板 咱这书粉量级可不是十八线啊 我还是想等她在喜欢我一点的时候 再跟她表白 算了算了不提她了 我算是总结出规律了 但凡你一切顺遂心情好的时候帮我看店 不是打折就是赠送 一天下来我亏好几千 你今天这样也挺好的 心里有点事 但凡呢 进来个人傻钱多的 你一定能让她拎着最贵的衣服走 也是 卖卖衣服换换心情也不错 制片人这事呢 你也别想太多了 唐玉要是不当 那还有别人呢 全中国又不是只有她唐玉一个人能当制片人 感情的事就算了 工作你就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可是我只想要唐玉啊 从头到尾都只想要她 没救了 我不跟你说了 工厂那边刚出了一批货 我得去盯一天 我走了啊 你好好看店啊 卖得好给你分红 好 你路上小心啊 知道了